央视痛批的大胃王吃锅的背后 是一场危及75亿人的新灾难 视频里 油条、凉拌黄瓜、包子、豆浆 辣酱镜头前几乎塞满了各式各样的食物 没多久 就看见他拿起旁边一个白色碗 十分熟练地将咀嚼过的食物吐出来 然后若无其事地将这个碗放到镜头外的地方 到最后他朝着镜头做出点赞首饰的时候 桌子上还有满满当当的食物 最近连央视都直接批评有些大胃王吃锅浪费严重 尤其是吃了幼土出来的行为 浪费的又有多少 看似享受美食的背后 却是浪费粮食的高手 迫不得已 他只能把石头放在锅里煮 假装自己在做饭 让孩子以为妈妈真的给他们煮食物 给孩子们营造出一种很快有饭吃的假象 浪费粮食的背后 有太多人因为饥饿而丢了性命 那些人们随手丢弃随便浪费 为了名利而吃进去又吐出来的食物 是饿着肚子勉强活着的人们 求而不得的幸福